《華山論世》 歡迎大家來到《華山論世》 今天又是和劉山昌卿在這裡 和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想說什麼 今天我想說一下軍費 為什麼說軍費呢 其實什麼都假的 三軍未行 糧草先行 老實說現在不是在打仗 我運糧食上去 草就是給馬吃 現在最重要的是錢 有錢就出到糧 沒有錢就出不到糧 軍是一顆子彈 都幾元美金 甚至不止 不過炮彈幾百元 一支火箭 一百幾十萬美金 都有的 所以如果我們要看這個世界上 是不是我們現在走進去 另一場大戰 或是澳湖戰爭會不會引發成為大戰 一定要看一件事 各國 即是每個國家 究竟在軍費上 不是在做什麼 如果大家都 扔錢下去 就好像第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就是軍備競賽 中國說清楚了 我不是軍備競賽 那些戰爭所帶來的影響的未來的世界大變局 全世界 特別是發達國家 都害怕的 現在全部在加軍費 現在全球 去年全球 所有全球加起來的軍費 差不多兩萬億 兩萬億 各個國家制定 2023年的軍費 全部都是大幅作息 而且都是百分之二十以上 美國是去到八千五百七十九億 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差不多一千零五十億 多了一千零五十億 這個數字我想大家記記一下 只是加數字一千零五十億 即是日本呢 日本呢 日本呢 今個財年呢 是準備增加百分之二十六點三 去到什麼呢 去到呢 就是五百一十億美元 五百一十億美元 看起來不是很多 但是因為他原來少 他如果未來五年呢 他要將他的這個軍費呢 是翻一翻 OK 即是說現在去到一千億 一千億呢 都是等於美國加的那部分 都不是很多 德國呢 德國呢 德國同樣也是 現在是 這個要去到五百五十四億 2023年 法國呢 就去到四百二十八億美元 其他西班牙 是的 意大利的全部都是什麼 但你沒有說中國 中國呢 去年呢 就是二千二百幾億 這個數呢 因為是幫美元去對的 匯率是經常變的 有些是二千二百幾 有些是二千三百幾 有些是二千一百幾 有些是二千一百幾 就是有變動的 過萬億的人民幣 這個 但是去年中國軍費呢 只是增加百分之七 其實加幅是很低的 中國的軍費佔GDP呢 是百分之1.7 美國佔GDP是超過百分之3 現在美國要求超過百分之3 0.3 即是GDP的百分之3 你知道它的數量大了 大了 大很多 現在最緊張的問題就是 這個軍費 很多人說是益了軍火箱的 那當然了 那些錢是被軍火箱賺得最多 你有沒有看到軍隊 加工加得很厲害 沒有的 但是呢 軍火箱 這個軍費的增加呢 對經濟呢 對每個國家經濟呢 就未必是起到一個刺激的作用 因為你實際上 你計算美國 他現在說他去年 2021年賣的軍火 去到三千億美元 將近三千億美元 那麼去年呢 就一定不了 2022年呢 打到俄股戰爭 賣到很多了 訂單都做不完 做不完 那麼有些計算到 可能去到四千到五千億 但是你就算五千億 你給他 他那二十五萬億的GDP 還是很小的 是啊 因為你最主要還是 可能去年賺錢最多的 是那些賣天然氣 賣石油 其他那些服務 其實美國那個軍火商 軍火工業商 那個問題出了什麼呢 其實他的生產能力是有限 因為一直美國 雖然你看他的那個數字很大 但是呢 他買新的武器 他買彈藥 因為本來已經存了很多 所以他不用加很多 但是今年呢 可能要加很多 因為你去烏克蘭都去了很多 他幫了烏克蘭的 都給了直到今天為止 他給了一千億 一千億美金 去了烏克蘭 老實說主要是 除了給他出糧 那些 但其實主要都是軍火方面 所以你說 喂 我是生產力是這麼多的了 你說 喂 你繼續 我有單給你 你再做吧 他說 喂 我的廠已經沒有什麼更新 我是不是開了三間廠 我開了三間廠 你轉頭打 不打 你轉頭就說不打 那我反正就糟糕 所以 那些軍火商 現在跟美國政府 說的數 就是 你要資助我們 再增加設施 如果你不資助我們 增加設施 我就會出那麼多 這是真是很現實的 我不知道你做它打多久 你打完就不打 要不就是 將來這些設施 又折舊了給美國政府 沒有 因為美國 美國不流行自己 國營 這個 美國不流行 國營這個軍火 供應 他全都給你做 所以他不能做 問題是 美國政府 肯不肯做 我們有這麼多貨 我們有這麼多訂單給你 你多建兩個廠 老實說 你建兩個廠 建得來 戰爭也完 都20 我不知道 建得來 可能2025 2026 2027 所以你不要說 所以 那個軍火的生產 就不是那麼容易 不過我覺得 有一件事 值得大家想一想 第一件事 就是 什麼都好 戰爭 第一件事 要有錢 你沒有錢 就沒有得做 人工 你要付 軍人的人工 尤其是軍人 今時今日 就不是說 自願當兵 自願當兵 你要出糧 每一分鐘 開槍 都是錢 如果你看到 你剛才這樣說 是不是告訴我們 世界在這裏 大家在鼓起 是 軍備 不是軍備競賽 但是軍備的經濟增長 是大過其他 其他所有國家的其他地方的經濟增長 唯有投資大的 只在軍火方面 所以 今年 明年 全球的軍費 軍火市場 必然是一個大爆棚的趨勢 軍備趨勢 軍備競賽 必然是未來的趨勢 除非全球又重新達成一個和平協議 不過我想問問你 你剛才提到美國 本來去年72022年有7500億的軍費 加到8579億的軍費 加了1050億的軍費 這個數目 如果我們計算一下 去年美國拿去供給烏克蘭的錢 有錢有軍器有其他東西 剛剛1000億 他加了1050億 如果這樣看的時候 他加了1000億 給烏克蘭之後 他都沒有什麼加到 是不是 他會不會又是要給1000億 就是烏克蘭 是否這樣計算 可能要追加特別預算 追加特別預算下 追加特別預算下 會這樣 可能又引多些美元 實際上美國現在加軍費 所以我覺得他最主要還不是對付烏克蘭 最主要是對付中國 是呀 這件事就有兩面作戰 看看怎樣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清楚 中國現在海軍的總敦位 總敦位的數量已經超過美國 當然質就不如美國 因為美國的航空母艦多 中國航空母艦現在第三艘都還沒有服役 但是中國的導彈驅逐艦很厲害 0.5萬噸已經超過了 質量和數量都已經壓倒了美國 所以在這裏他現在要重新投入 大家還要搞六個戰機 七個戰機 但有一件事 你一定不要忽視了美國的力量 你叫美國今時今日 要多建很多軍艦 製造多很多戰機 他未必做到 但是他全艙那些 在海上擺在海上 有幾百隻軍艦 不知道幾百隻 還是幾千隻 因為第二次實在日之後 那些軍艦四五十年就完 其實他不是很多 就是去拆掉 如果換句話說 突然間有戰爭的時候 他隨時可以 在修修補補 整一下這個 拆一隻 加一些東西 轉我的引擎 做些什麼 可能突然間一整 整一倍的軍艦 飛機沒有所謂 我不會再有F-35 但我還有F-16 我還有很多F-16 放在這裏 是否這件事 他仍然是佔優 在數量上 和質量上 實際上 他現在比東國仍然佔優 但是現在最主要是趨勢 他現在是很害怕的 你先說 那些舊的軍艦 舊的軍艦 其實就是 幫現在的新的軍艦比 是相差很遠 譬如說以前 大家在軍艦上面 都可以發射這個導彈 以前都是邪的發射 現在全部都是垂直發射 而且它的距離 它的雷達能力很多 大家都看不到 已經是被更新的 其實大家千萬不要純粹看美國 目前的服役有多少 因為其實美國存在很多東西 你說那些東西是沒有用的 大家打一打 大輪之後 大家什麼都沒有了 那些舊的東西 他都還有力量 實際上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 在俄烏現場 就是打美國的舊東西 記不記得 打一些常規的火炮 155 榴彈炮 這些 現在 就算 沒有了 現在要出新的東西 給M1 給德國的炮2 都是第三代塔克 都不是第四代塔克 都不是新的 所以現在 它的軍費 是相當部分 就是8500多億 它說了 是拿出兩三百億來 專門去更新行武器 所以很多 我覺得它這部分 最重要是對付中國 中國 實際上現在 在世界的軍火市場佔的份額 都是不斷地上升 反而俄羅斯 因為俄烏戰爭賣少了 中國就上升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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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你無論如何 你哪個國家 你必然 你不可能 你不去搞軍備 如果不搞 就等於被你欺負被你打 我想要講講 有一本書 這本書是劍橋的 Cristopher Clarke 叫做 Sleepwalker 夢遊者 他解釋 歐洲 如何在1914年 走入了世界第一次大戰 這本書 很厚 我也是大約 那個時候買了來看 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發覺 怎樣叫做 Sleepwalking 其實你走一步 他又走一步 他又走一步 你走一步 我又走一步 這樣大家 盲蹤蹤 盲蹤蹤 打了成仗出來 死了二千萬人 當然包括軍人 包括人 死了二千萬人 如果我們看回現在的情形 是否我們走同一條路 第一 當年的時候 最主要的就是 Conscription 就是動員令 當然大家記得 當年就是奧空帝國 一個工匠 被人暗殺死了 暗殺這個故事 也有一個很長的故事 在這本書裡 就說 本來他不用死 當時那個暗殺 即是暗殺隊 就派了很多人 因為當時大家 沒得說 大家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那條路線也沒有公佈 有很多條路線 就去他的教堂 然後回到他的行宮 就在每個不同的路線上 都放了一些人 希望暗殺他 誰知道 未到就被人抓了 拉到剩下一條人 那條人就是一條路線 那條路線 那條路線還不是 本來走那條路線 但不知為何 馬車走到那條路 突然轉了 走那條路 一槍打中了 打死了 好了 這不是故事的重要性 重要性就是 奧空帝國 即是說 法國總動員 英國總動員 跟著呢 總動員 都去到那裡 拿槍 就給了 大家放在邊境上 你有幾十萬 他有幾十萬 那就打 那就打 好了 現在我看回這個環境 就是 大家開始軍費 這個軍費 加軍費 大家儲軍火 當然 人數就現在不同了 因為大家都用一些 專業的軍隊 軍人 但是去到什麼位 突然一拉就即著 就好像普京所說 在戰場上 戰勝俄羅斯是不可能的 戰場上 這三個字 他已經說不是烏克蘭 可能是打到俄羅斯 如果在這樣說的時候 大家什麼都不要說 軍費先衝不衝足 賺錢先衝不衝足 現在我們是否走第一步 你不到你不害怕 因為第一次世界第二次 大家蒙茶茶蒙茶茶 你做我做我做你做 那就走去戰爭 這次2023會不會是這樣 周先生 我聽到這個故事 我想了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 人往往是受一個 一種魔力去指導你 你的指導長是蒙茶茶 你跟著走 第二個就是想 第一次世界戰是歐洲 第二次世界戰 又是在歐洲 會不會變成另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 真是很害怕 有秘密 其實如果你要講一個世界大戰 你想想 如果歐洲發生世界大戰 那你說 中東 伊朗 和伊斯坦 會不會產生大戰 即是你要這樣看 到時我乘機 你又乘機 大家打上來 這個不出奇的事情 好了 在這一邊 日本 又會不會突然間 又想起 要打仗呢 跟著又美國又幫幫他 會不會中、日、美之間 又會產生大戰 今次更嚴重的地方 就是菲利弗蘭 飛來飛去那些 所以 如果我們看回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into war in 1914 其實大家都 不禁可以有一個想法 就是會不會 這一支又一支 重通覆斥 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 現在經常有很多的誤炸誤擊 喂 那些氣球 沒有什麼 你打來幹什麼 最傲懼就是 你打底 跟著那三個 說明不是中國 那你是不是傲懼 喂 大家有空 我們有貨量 氣球上天 一個氣球 整個千多萬的港幣 的飛彈 都很好 現在這件事 看出 我覺得現在西方的領導人 包括美國的領導人 就是 有一個 不是那麼冷靜之下 而且 歐洲的領導人 又很低水準 好像 德國的外長 叫普京轉三十 改變立場 要轉三百六十度 三百六十度 三百六十度 就回到原位 基本的幾何知識都沒有 他很差 他很差 德國的外長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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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講軍火箱 軍費 其他方面 其實給我們一個警號 就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 可以蒙茶茶大家之間 你做 一樣我 大家升級 打上來 現在軍費開始升級 是不是先少呢 每天做得 我們唯有多些享受 多些吃飯 洗一下錢 唯有做一下那些 但是背後之後 大家都要小心 華山淪世之下 世界形勢會是怎樣 真的有點危險 好 到此為止 拜拜 好 好 好